巧克力冰淇淋 没有做冰淇淋的模具 所以我使用做燕菜的模具 将蛋黄使用打蛋器来搅拌 加入糖继续的搅拌 搅拌至蓬松发白 加入少许的柠檬汁气腥 继续的搅拌 将牛奶煮热 步骤要很注意因为蛋黄很容易变成蛋花 将牛奶慢慢的加入蛋黄内 继续的搅拌 搅拌好后再倒回锅内 小火慢煮一下子就可以了 不可以大火因为蛋黄很容易结块 如果有看到少许的结块煮好后可以稍微的过滤 刚才我忘记加入盐 鸡蛋还有一点的热度所以我快快加入盐 搅拌均匀 Webbing cream加入糖打发 加入少许的香草精 继续的打发至有纹路 将刚才的蛋黄糊分几次 加入 继续的搅拌 搅拌至顺滑有一点的流动性 不要打发过度 可以加入oreo 冰淇淋必须有蛋黄的部分 会比较香 如果我们直接打发淡奶油就如影片上它是白色的 麒麟也没有这样香 将巧克力隔着热水融化 使用的是做腌菜的模具 倒入巧克力 让巧克力沾满在整个模具内 被备伤不齐钱 所以我做起来看起来脏兮兮的 多余的巧克力倒回去 如果巧克力太薄 在脱模的时候很容易破裂 巧克力太厚又会影响口感 做好后放在冰箱冷藏 巧克力很快就凝固了 将冰淇淋放在裱花袋内 挤在模具内 不能够挤到太满要有一点小缝让待会再放入 巧克力 冰淇淋的内层也可以加上你喜爱的坚果或等等的配料 再放上冰淇淋盖着坚果 稍微的敲打让冰淇淋更加的平整 在冷藏3个小时后 层有一点凝固在上上层的巧克力 冰淇淋若不够凝固 巧克力很容易混合在冰淇淋内 再放在冰箱一个小时 后就可以脱模了 这样就完成了 哈喽 今天我做了这个冰淇淋巧克力 我是要想要模仿这个面 这个里面的冰淇淋呢 我是用这个蛋黄去做的 如果我们只是用微冰霜来打 它没有这样香 你可以做一个比较 如果微冰霜打起来还是白色的 如果我们加入这个蛋黄 胡花 连着来做这个蛋糕的底会更好 连这个呢有一个困难就是 脱模的时候有时候它会裂 因为它表成是一层薄薄的巧克力 我已经裂了好几个其他的都蛮漂亮的 好谢谢大家 请关注 我感谢您的观看 我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